欢迎来到华视最国际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节目里面来探讨 两件罗生门事件 一个是这个礼拜天7号的时候 伊拉克的总理府这么的门禁森严 竟然被三架无人机闯进去 并且扎伤了总理的左手 那么大家现在各方都在互相指控 有人说是总理府自导自演 也有人认为是亲伊朗的派系所为 那么到底事实的真相比较可能接近哪里 那我们知道伊拉克也是产油大国 所以它的动态也非常值得我们来注意 另外就是伊朗跟美国也是互相的指控 伊朗说在阿曼湾这边 指控美国劫持伊朗的邮轮 还释出了影片 但美国的五角大厦国防部说 没有这个影片是假的 没有这回事 那么究竟这两件罗生门的事实真相是如何 为何又要这样子彼此的指控 两翼的局势非常值得我们的关心 因为都是产油大国这个迁移法动前军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政大外交系教授 李登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来分析两翼的局势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我们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解析 到底这件事情是谁犯下的这个案件之前 我们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伊拉克的总理遇刺 当然也是某种程度 似乎也是展现了两翼的一个角力问题 那么7号的时候就是这个总理官邸 遭到三架无人机的这个袭击 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谁策划谁做下的 那么有人就说 跟这跟10月的伊拉克大选 或许有点关系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也提到 这是一个恐怖攻击 所以接下来想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析 就是现在各方说法都有 您觉得就是说 这个总理府这么的森严 还可以有三架无人机闯进去 也实在是很匪夷所思 没错 是 老师怎么看 目前根据现有各种资料显示 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团体 或者是政治组织 应该是涉嫌最大 嫌疑最大 对 嫌疑最大 那为什么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认为现在这个总理哈德米 过度亲美 还有过度亲烧地阿拉伯 反过来说什么 不自分量的亲伊朗 这个他们什么 对他觉得不是个味道 那更重要就是说 去年一月份 这个伊朗革命卫队 有一个圣城军的最高指挥官 苏兰曼尼 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附近 被乌轮机 美国乌轮机 他给杀害了 那么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团体 认为说 这个现在这个总理 当时他是情报 他曾经当过情报局长 他这个血泥很大 因为他当过四年的 伊拉克的情报局局长 跟美国的情报单位 关系非常密切 也就是说 美国在那边做什么行动 他应该有一手资料 结果去年一月份 你看 这个伊朗革命卫队 那么重要一个指挥官 就是圣城里指挥官 居然被暗杀 所以他们就怀疑说 现在这个总理 可能什么呢 脱不了关系 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就是今年十月份 那么巧 十月十号国庆日 对伊拉克去年大选 然后这次大选 西方的观察团体 观察大选的团体 认为说 是澳三十年 最透明 最公平的一次 但是亲伊朗的 这些政党团体 他认为说 舞弊非常严重 为什么舞弊非常严重呢 因为他们息事 大幅减少 在这个过去 这一二十年来 伊拉克也算 蛮依赖伊朗的 那所以他这次 这个亲伊朗的党派 就雪崩式的 这种滑铁路的结果 主要原因是 伊拉克本身 像老师刚讲 伊拉克优先 伊拉克的民族意识 慢慢渐渐抬头了 还有这些年轻世代 他们的感觉 跟他们老一代不一样 没错 这就多方面原因的 因为我们知道 2003年海战被推翻 然后这个美国介入 美国福祉清 基本上就是说 一个民主的 能够清西方的 一个伊拉克政府 那么同时间 伊朗也积极其介入 在伊拉克海战被推翻之后 他帮了很多伊拉克的忙 特别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我们讲说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曾经 差一点就把伊拉克政府 给推翻了 那时候美国 美国想要出手来相救 都快来不及了 那谁帮忙呢 伊朗嘛 伊朗就在隔壁嘛 所以伊朗就出钱 出力出兵 那好不容易把伊拉克政府 给稳住了 所以伊朗贡献 这方面贡献很大 另外提供经济援助 伊拉克没电 伊朗提供电 伊拉克没有民政 因为伊朗经常提供 所以关系非常密切 当然伊朗考虑 那话说回来 伊朗帮了很多忙 是事实 但是伊朗有他的企图 刚才说 他讲在伊拉克建立一个 亲伊朗的实力派的政府 或者是什么 要能够接受伊朗的指挥 类似这样的 所以伊朗这个 他透过这个协助 然后进入到伊拉克 很多政府部门 这当然怎么 如果说把伊拉克经济 弄得非常好 政治非常清明 那这也罢了 但现在失业率高 经济又不好 常常缺电 老百姓就反弹 那开始是罢政府 后来就说 这个政府后面的 老大哥是伊朗 所以这民主主义者 就稍微弄一下 就转向 认为说伊朗要负责 那总理府照道理 这个绿区都是非常 紧备森严的 还可以让三甲 无人机闯入 这个其实也是凸显 这个伊拉克 不管是哪边的 这个罗斯也是松了 伊拉克很多 十一派的团体 他们是民兵 他武力很强 伊朗提供各种武力 是不是 还有就是说 他们的情报 他好像也不错 知道说这个走你什么时候 在哪 这个一定要有很高层的 没错 巴库的情思 你刚才说了 那么基本上伊拉克 从2003之后都十一派当家 十一派里头 亲伊朗是大部分 我们也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这个两一其实在人口方面 也是差蛮多的 这个伊拉克3000多万人 伊朗有8000多万人 那么语言的话 伊拉克是阿拉伯语 伊朗就是波斯语这样子 那么面积方面 这个伊拉克大概是台湾的12倍 那伊朗大概是台湾的46倍 那他们都是属于这个伊斯兰教 大家都是以什叶派为主 因为这个伊斯兰教有这个逊尼派 什叶派等等 那他们这边是什叶派 那另外在政体方面 这个伊朗的目前是属于政教合一 还有这个最高的领袖 可以老师刚讲 他这个管宗教又军事又政治 都是他这样子 是 好 老师那我们就想说 就是您刚提到说 其实他这个有个矛盾 就是说伊朗 我们都知道伊朗跟美国的关系 是非常紧张的 那伊拉克现在呢 这位总理 就是还是被推翻之后 相对的跟美国的关系 比较好一点 所以等于说伊拉克 他是这个又要依赖伊朗 那某种程度呢 也相当的依赖美国 那在这两个 美国跟伊朗又是死对头 那这个似乎就是注定了 伊拉克我们这几年看到 不断有人上街抗议 就是一个 似乎是一个死结 没有办法打开 老师怎么看 目前伊拉克 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呢 伊拉克所为面临那么多问题 当然这外国强权呢 特别是美国 沙特 伊朗 尤其是伊朗跟美国 在后面的这个幕后角力 是关系最大嘛 美国想要支持一个 永远亲美国的伊拉克政府 那伊拉克想 跟那个伊朗 伊拉克建议亲伊朗团体 那么伊朗 他们就认为说 伊拉克应该永远有一个 实力派的一个政府 然后跟伊朗关系非常密切 变成兄弟之邦 类似这样的 所以美国跟伊朗 在后面的角力 他影响伊拉克建议的 这个政治里面 那是不同团体的角力嘛 还有一个就是说 伊拉克的政治体制 这很奇怪 这个影响到伊拉克的国家认同 那怎么说呢 伊拉克是号称 他现在这个内阁制嘛 就海战被推翻之后 他们有新宪法 才内阁制 那么这个内阁制里头呢 他们 所以我称为 他是伊拉克的内阁制 跟人家不一样内阁制 第一个他就是 比如说总统 他们就指定是 库德组 单身总统 虚位 因为那个是总统没有权力的 这是虚位的 好 然后这个总理的11派 因为11派最多 所以伊拉克建议的11派 大概占了 将近60% 那依然是99% 所以这个总理的是11派 大当家管实权 然后这个议会的议长 是逊一派 是 所以权力超小的 除了这个之外 更严重 他是政府各个部门 那个什么部长 什么相关的这个部门 都按照族群跟派系 来什么来分赃 他按照比例 比如说11派什么党及格 什么什么长 所以比如说11派的某一个党 然后他分到那个内政部长 那这个内政部 所有里面的人 都是他的亲朋好友 你知道吗 所以变成一个什么 群态主义 非常盛行 我们也来看一下下一张 就是伊拉克的这个挑战 除了他也是必须要面对 新冠疫情 经济衰退 还有就是呢 他是这个 我们都知道他是中东 很大的一个产油国 但是他长期确定的情况之下 他有三分之二的电 还是跟伊朗来买 那三分之一是当地提供的 那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这几年来 不断的有很多的示威 就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等等 所以就是说 老师那您觉得说 就是伊拉克现在的 这个哈德米政权 他本身他自己呢 也是很长袖善武的 但是他到底这个 治国能力上 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您怎么样看这位情报头子出身的 伊拉克总理 他最大的有点是什么 可以面面 面面俱到 然后到处啊 这个什么 我那个什么等级外交 或者说这个不得罪人 所以美国可以接受 沙特地阿波可以接受 然后伊拉克接近很多拍戏 也可以接透 但是什么 你面面讨好 你就很多困难 为什么 我这个政策到底听谁的 另外最近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也是让外界的物理看花 就是伊朗跟美国互相指控 所以有时候邮轮呢 伊朗说美国要劫持他们伊朗一艘 这个游轮上面的油 后来被他们驱赶离开了 那么还公布了一段影片 那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厦就说 这个影片根本是假的 没有这件事情 那这两个大国都是官方的说法 是不是有一方讲的是谎话 还是说有什么灰色地带 老师怎么看 事实上就美国来说 没有这个必要嘛 对不对 如果说是这个 伊朗游轮 要运这个油 比如说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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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 也就是说违反军运的规定 那美国或许有可以干预嘛 特别是说运给谁呢 运给叶门 运给叶门的这个所谓的叛军 或称为什么 这些迁连组织 那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在阿曼湾 它的目标是回到伊朗去 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说 如果说美国具体的证据 这一艘伊朗游轮 它装了油 是要什么 要秘密运到叶门 来协助这个什么 叶门的叛军 那到底有可能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是有可能 那否则的话什么 肯定性应该是很低的 因为目前的拜登政府 想跟伊朗恢复这个核子谈判 它干嘛要这个时候 解外生枝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政大外交纪理 邓科老师来 我们节目期长 为我们解析两一的局势 因为最近呢 他们这个每个国家的动态 都是产油大国 所以很值得 我们台湾进一步关心 稍有什么战争颇痛 纷扰 其实国内的油价 相对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就像我们讲的 一个是伊拉克的总理遇刺 然后另外就是伊朗 目前其实也在 阿曼湾这边 有一个大型的军演 然后刚刚又提到 跟美国过去以来的 一些这个组武 以及最近又要 美国拜登政府 要跟伊朗来进行 这个核子谈判 这些我们都会持续的 来为您做关注 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